看看下一个情景是什么 点评一下沈腾的演技 彭哥 叹为观止 为我独孙 松败长青 松败长青 在影坛的地位啊 挥然不动 挥然不动 这个表演呢是出神入魂 而且是登峰造极 而且他惊喜连连 而且那出里的台词 鱼鱼肉凉啊 大家可以了 永垂不朽 松败长 不能算对啊 这可以吗 这不能算对 这还能夸到哪儿这样 来来来来 我们也说说 我们也说说 不值一提 丢人现眼 漂亮 漂亮 我要去那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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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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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索然无畏 你看他那边都是财 我们这边都是女朋友 穷凶极恶 走 流芒刺备 如坐针灾 无垢再喉 闲驴技琼 走 烂鱼冲锈 乏善可乘 走 走 班门弄斧 走走走 掩耳盗铃 什么动力啊 藏壁挡车 自欺其人 江郎采气 规然不动啊 出神入化啊 惊喜连连 永垂不朽 行了 可以了 色取其辱 可以 来 哥回来 干嘛呀 你们干嘛呀 给腾哥一点点机会 你们看现在演得多好 来 哥哥哥 你站上去 自己摸着良心 形容一下自己的演技 好不好 登风造极 看一下下一个场景是什么 点评张绍刚老师的课 什么课 是什么课 对 大家都没听过我 什么课都行 什么课都行 专业课 张绍刚 掷地有声 憨声四起 哈哈哈 如雷贯耳 哎 声音很吵 很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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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细咀嚼 这什么 这不对 这不叫细细咀嚼 你觉得细慢慢品 它长得可 哦 哈哈哈 挺好 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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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哈哈 说得非常好 哈哈 啊 张绍哥的 张 你把那个 舌头捋好 哈哈 驴唇麻嘴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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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哎 花花 这事儿就定性了 我跟你讲 哎 哈哈 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啊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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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轮王牌家族 错得更多一些 你再接着考我们错得更多 哈哈 接下来我马上要开始玩第二轮了 第二轮玩法完全不一样 给出随机的三个词来造句 要组成一句符合逻辑的短句 第一位答题者我来指定 来吧 我们来吧 我们看第一组词 老板轮椅顺拐 造句的是腾哥 串成一句话 老板 经常顺拐 所以做了个轮椅 哎 哈哈 非常 嘿 我还接着来这个吗 对 还这个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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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一个老板名叫顺拐 做了轮椅 哈哈 是那个电视剧 我的老板叫顺拐 对对对对对 好 马东老师指定下一个 哈哈 假点姐 假点姐 哈哈 哈哈 不是这个 你是要这个合理还是什么 合理合理合理 刚才大家说的都合理吗 哈哈 都在合理呢 不是 这个 也 也 挺好啊 我们公司有俩老板 一个叫顺拐 一个叫轮椅 哈哈 哈哈 老板 老板 轮椅和顺拐到了 哈哈 哈哈 你指定谁 我 我 我走路的时候顺拐 把老板撞到轮椅上坐着了 哇 这个不错 不错 这可以 可以 来 我们看下一组词 杨迪请指定人选 垃圾分类 我和狗 整个 啊 我和狗打架 别人认为我是垃圾 把我进行了垃圾分类 哈哈 哈哈 上课 来 我正在垃圾分类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猫和狗打架 漂亮 这个非常好 这个好 我正在垃圾分类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狗和狗打架 这个不对啊 这位爱接下茬的同学 垃圾分 我在垃圾分 我因为不会 我因为不会垃圾分类 所以和狗打架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和狗打架 就能学会垃圾分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指定人 啊 倪萍老师 我不可能和狗打架 因为他一直帮我垃圾分类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这合理 您这个狗老家借我试试 哈哈哈哈 哈哈 接下来有小童指定下一题的答题人 请看 打嗝玩泥巴 啊 啊 天哪 玩泥巴也能走进科学 解开大阁的奥秘 对 哎呦 哇 你看看人家 我刚才一直疑惑这个游蟹子玩啥呢 直到杨兰老师说了这个 假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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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 杨兰老师主持 边打嗝边主持走进科学里的一期 玩泥巴 玩泥巴 这个节目好没有深度 不是我只是很自自 就是很自卑就是 没有意思 挺好的 行我跟你比挺好的 你来 来 来 快 我是一边打嗝 一边看走进科学 一边玩鸡巴 好 请看题 锁喉比心 锁喉比心 贾灵 贾灵姐被 所以 刘兰华锁喉了 他还在给他比心呢 非常合理 是不是 非常合理 被锁了喉 你自己说一个 你自己说一个 贾灵为了让刘兰华跟他比心 锁了他的喉 给我比 快给我比个心 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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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兰老师 贾灵是个功夫高手 他可以一边秉心 一边施展锁喉的怨气 真的 对面的这个人 一定是让我更爱 谢谢 我这么说吧 贾灵的脖子太细了 你比心的时候 就能把他锁喉 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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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光时刻 马老 我给你说一个 好嘞 好嘞 贾灵和刘德华 彼此锁喉 彼此锁喉 他们以这种方式 表达他们的比心 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 是什么状态呢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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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爱你 这相爱相差 我跟爱你 这在很多电影里都有这种桥段 统计一下这一整轮游戏 最终胜利的是主持人队 好 接下来呢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东道主 王牌家族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才艺了 在这个才艺中 花花将带来她在王牌舞台上的舞蹈首秀 下面进入七猫免费小说APP 免费娱乐时刻 有请花花小彤带来歌舞表演 《护花使者》 给你拿你 深秋的街角 遇见心中的她 双眼突然不停式化 挪不开她 温柔的晚风 都在包围她 她拿清澈眼神快要对我说话 慌慌张张 坦坦特特偷偷看向她 对我说浪漫 竟然爱我吗 当在晚风中 只为遇见她 将那首发都能揉揉 美丝美丽放下 恬心的晚风 不该拥有她 我已决定你生守不幸中的她